大家新年好 我是小薇 今天才是正月初二 我想帶我爸媽去房車旅行的 因為這輛是新房車 就想過年期間週邊旅行的 沒想到我媽說的她要回農村 我就來了一句 要回農村自己走路回去 今天無論如何 我就要開著車讓他們感受一下 自己覺得帶著他們去房車旅行特別美好 但他們老年人他們真不喜歡 然後我也說這個大床睡起來特別舒服 一定要讓他們感受一下 晚上住在車裡的感覺 我就說住在車裡面怎麼好 馬上要出發去接他們 這些東西行車中 就只能放在櫃子裡面了 這個不行 這個粘夠掉了 就不粘它了 這個窗戶就開著 就這樣 這邊就弄好了 我說房車帶他們旅行 他們很開心 但是真正要帶他們出發的時候 他們又不想 我也不知道為啥 之前還說的去那個森中水庫 因為那個水庫是我爸 很早很早以前 他去參加過那個修建的 參與修建 後面就是這樣了 馬上出發 把你們好去 哈哈哈哈 我把他搬搬 難怪他們不想房車 因為他們要暈車 覺得不舒服 是吧 我該坐十幾台 你舅舅了 你舅舅了嗎 十幾台好去 要把好去哪兒 你們坐好了嗎 坐好了 來吧 來吧 我坐了 把你們關在一頭 把他們鎖在裡面 像我爸媽這種情況 只能以後 我們老家那條鐵路修好了 回去把老家的房子修了 他們就想在農村呆著 因為他們在農村呆了幾十年 院子裡面鄉親們很多 每天都很好玩 可以去山裡鑽 河邊鑽 主要是鄉下的空氣 比城裡好太多了 我也想帶著他們去很多地方 走街那錢的話 因為開房車的話 吃足在路上就比較方便 等哪個房子 暑假的 我們街街街那錢 街街街那錢 刷個半個月一個月這樣子 我把車已經停好了 在前面還出來這麼多 還好不影響其他車 因為這個車位還是挺寬的 這邊也打開了 打開了 打開了空窄了 你暈了 你車做燒了 所以你要暈車 開這位開排氣扇 我夠完了開 我夠了開排氣扇 就是把這個開上 它往裡面緊繃 外面很熱了 你還帶著啥椰子 過來一點 這是我爸拿的 煙 還有這個 盤子 我一看到這個 我就想著小時候 我好奇 我就吸了一口 嗆了我一下午 這個鹽味太濃了 那邊可以裝桿子 把我給泡一個菊花茶 要得掛 菊花勾起 這個多好 走起那裡 煮起那兒 吃起那兒 現在說房車旅行不好刷 現在用養生糊煮點茶 就用這個杯子喝 活點茶再出錢刷 你怎麼那麼搞笑 這翻滾 兩下就把菊花枸杞味道煮出來了 最後 到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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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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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辅家 辅家再去玩 但是我们水车不得慌了 我看我爸妈就翻額头床不大方便 到时候我准备用垫子 放过道这里跟沙发一样高 这样让我爸妈睡 因为本来就有一米 过道应该有50公分 这样就一米五了 一米五的话睡两个人是很轻松 最主要这边上洗手间 齐也就方便 我爸妈他都不跟我房车旅行 那好了今天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